陳世宇他的票竟然不到一萬票 這也是大家覺得非常好奇的 因為呢 柯文哲當然是有幫他是所謂的站台 但是呢 他其實所使用的力道 也沒有那麼明確 那陳世宇你可以說 他起步非常的慢 最重要的是他一出來之後呢 打出連勝文門 然後呢 年輕人是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是有興趣的 可是在不斷的在往前去探索的時候 發現其實陳世宇也屬於 他所號稱連勝文門的正二代 還有具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經濟實力 那他這件事情一出手 其實就讓很多當初支持柯文哲 那一些的柯粉 其實就不是那麼樣子 覺得跟他們是可以凝聚的 你知道柯文哲跟韓國瑜 他們基本上都是一個市 就是一個潮流 等大家討論的沸沸揚揚的時候呢 這些在網路上可以稱霸的人 其實整個市就起來了 可是顯然這個市 還有包括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剛剛文謙也提到 賴教授有提到了 就是柯文哲整個人的 不管他的人格特質 說他的種種 完全沒有辦法複製在陳世宇的身上 這之前其實他就看得清楚了 52個人 先同柯文哲的認同卡 當選只有幾個 5個 他所力挺的這些人 其實這一次選票都不好看 所以這個明顯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柯文哲是沒有辦法 複製在任何人身上 一如韓國瑜 他的幽默 他的風采 也沒有辦法複製在任何一個 國民黨人的身上 所以韓國瑜帶動了一個寒流 大家認為每一個人都信是 當然要出來登記要來打國民黨黨內的初選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都還是要戒慎恐激 柯文哲主黨的話 他上面有沒有辦法網羅明星級 好不要明星級的 這是一般大家能夠講出來 這些所謂的人代表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是二軍三軍 或者是一些藍跟綠 初選已經落敗 而對黨很不不以為的人出來 靠攏柯文哲 那他所下面的這些人 都不是屬於一軍級的 他有沒有辦法打勝選戰 所以他的要阻擋 是必要的 否則他的仗很難打下去